看誰寫詠春,靈靈台下做農友? 詠春的權利法度對我處世做事做人有很大的影響 上海姑爺今次反轉佛山,除了賣樓還寫詠春 這套片就是他親身上陣拍的 在今個星期媽祝老婆上佛山 介紹這個用了三年精心策劃的 舊城改造項目佛山嶺南天地 在記者會上,姑爺竟然沒有路兩手 是不是怕跟丹爺或偉仔比下去呢? 但不要理會,台下靈靈看著老公 笑到四萬口,還拿上相機做農友 有個這麼疼自己的老婆,姑爺當然要疼身一點 而這個佛山嶺南天地 07年瑞安房地產用75億人買入 除了在當年內地地王之外 建樓盤那時為了保育 遷冊的時候留了20萬件古墨重建時再用 所以那裏都好古色古香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就不遷冤我們 感谢观看